哈囉大家好,我們是Doodoo Man,我是Eric 我是EM 這一集的跳多都市圈呢 邀請到我們團隊的年輕人 Gini YoYoYo Everybody,大家好,我是Gini YoYoYo 對,我們之前影片中跟Podcast裡面有分享過 我們最近,你們有算最近的啦 已經過半年多了的新成員嘛 然後還算我們團隊裡面 我覺得不是年紀最年輕喔 可是我覺得他的心智年齡是最樣的 欸,我有發現這點 哇,你這槍暴我們團員喔 沒有,我發現就是跟我以前待的環境不太一樣 就是大家的會比較年輕,比較open一點 但是大家,我進來之後就發現 哇,大家的非常成熟耶 非常成熟嗎 所以除了我們兩個之外,其他人也是嗎 對啊,就是 反正就是我覺得大家講話也比較不會那種 就是屁屁的那種感覺 我這樣好像以為上面都是其他人 好,反正不講其他成員啦 我覺得就你跟我跟Eric比好了 當然我們歲數就會差的比較多一點 對 所以我跟Eric也會好奇 就是現在的年輕人 到底在想什麼 是怎麼生活的 然後有什麼習慣 是我們可能現在有 可能有沒有一些代溝 所以我們自己想要聊一下 那在這一個開始之前呢 一樣好不好 今天是我們的來賓耶,Gini 最近有沒有什麼想要靠北的小事情啊 終於可以 不能靠北老闆喔 沒有沒有 除了我們的事都可以 我KB一下我自己 OK KB一下我自己 怎樣 就是呢,反正我最近 就是在跟我哥聊天 就我們有時候就是他 他就是一個很愛吃小野的人 然後他就問我說 就是要不要吃鹽酥雞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我就說 喔沒關係這樣子 他說那你沒關係 到底是要還是不要 然後 對 然後所以我就發現就是 我每次要拒絕別人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 就是你們會不會很想說 喔沒關係啦 這樣子 會 欸我還好耶 會 我跟你講 有些人就會生氣 比方說你說 欸我還好耶 然後他就會覺得說 啊你還好到底是要還是不要 這是一個很曖昧模糊的一個拒絕詞 是不是因為你每次講完 你還好 或者是沒關係 然後他買了鹽酥雞 到你面前的時候 你還是會吃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他都不知道你到底要還是不要 欸有可能 就是我身邊也會有朋友不爽 就會問我說 那你到底是要還是不要這樣子 所以你是回覆的那個人 對我是回覆的那個人 所以我就被KB 喔你被KB 對 對啊就是你們不會就是被這樣 還是你們就是身邊也都會這樣回覆 其實我自己也會這樣回覆欸 可是通常大家會知道 喔這個就是玩具的意思 喔對 他們可能就不會再說 那你到底是要還是不要 喔我就說還好了沒 還好不就不要沒 那他可能就會說 那你就說不要就好 是啦 對 沒有但是就是一個台灣人的一個習慣我覺得 對我覺得是禮貌性玩具啦 對對對 好像好像也就是也不會改 我覺得我就是一個習慣的 是 就是被他KB一下 好啦但我下次還會說沒關係 對啊我就習慣很難啦這個 我覺得是那個生氣的人 他要自己去調整一下心情 他要習慣 對他要習慣我們這些就是 就是玩具的方式 okok沒有問題 沒錯 好啦那Gini我們想了解 就是現在年輕人 周末都會去哪裡 因為像我們這個年代的喔 我們這個年代 東區 東區是最熱的地方 你知道東區東區 然後聽說現在東區有點沒落 那個歌唱出來就有點年紀感了 你知道嗎 東區東區 Gini聽過這首歌嗎 我也是很愛唱這首的KTVB點 喔真的喔 我跟你說我覺得我是一個橋樑你知道嗎 什麼橋樑 時代的橋樑 就是我同時 就是我的年紀比較是已經出社會 已經大概四五年了 但我同時又有一個年輕的心 是 所以我可以了解你在說什麼 但我同時 又可以分享 比較年輕人的一些觀點 因為就身邊比較多 就是我就是弟弟妹妹啊 而且我妹也差五五歲 所以就比較會了解年輕人 那我覺得剛剛 Ari提到說 我們就是年輕人假日都去哪裡 確實以前我在大學的時候 就是我們都會去東區 哇東區那時候超熱鬧 你們記得就是之前那個黑男 他們會在ZARA前面 那邊就是玩沛隊吧 哇那時候是最黃金時期 就是年輕人都會 就是年輕人其實都會到那邊 然後去Shopping啊 然後吃飯什麼 因為那邊就也很多 不管是小吃或咖啡廳 其實就是都在那邊 但是其實 因為後面就有點沒落 反正他有一陣子有一個 倒電潮吧 就是很多店都倒 然後好像就是因為租金太高 喔是喔 然後就變成說那你東西都沒了 你自然就也不太會去那邊 對 所以其實現在年輕人就是都會去中山區 唉唷 對 所以黑男現在也到中山區喔 我不知道他現在還有沒有在 好像沒有在拍這個系列了 OK 對好像黑男是不同 我們真的我們在國外 我們只要回台灣 我們都只知道東區 就是大家覺得最熱鬧的地方 就是要去東區 喔真的假的 真的 所以 哇 開始沒落的時候我也沒有跟上那個腳步 就是我覺得 唉唷 是不是為什麼大家慢慢不去東區 可是我在我心裡東區還是台北最熱鬧的地方 喔 我覺得可能一方面也是因為你們很久沒有待在台灣 應該是 所以你們會覺得在你們那個年代 對 就講話很小心 漂亮講話小心一點 你也是一半喔 就是在你們認知裡面 你們會覺得那時候是最最熱鬧 但其實現在整個 就是人氣啦 就是會在中山區跟信義區比較多 可是你們會不會覺得 就是東區信義區跟中山區出現的人群的感覺 他們的vibe是不一樣的 我也有這麼覺得欸 喔 我覺得 中山區可能會比較多 年輕 就是文青感比較重 對 文青感 那東區就比較那種辣妹 就是中山區偏 就是大家穿著啊什麼的 就是會偏比較文青 但東區確實就是 嗯 確實比較辣啦 比較辣 女生就是確實會比較辣 可是我現在真的很想要去東區欸 是齁 就是真的沒有什麼人 因為你是年輕人啊 對有年輕人 所以你家都中山區那邊混了那一代 對我就是 比方說可能假日 約吃飯 因為那邊其實很多咖啡廳 然後有成品百貨公司 嗯 所以大家就是都會距離在那邊 然後女生比方說要買衣服啊 現在超多人 就是會在那邊搭訕 我就被搭訕過一次 黑男有新的徒弟是不是 不是 我跟你說很好笑 那時候就反正就路過那邊 然後我就走走走 然後就一個男生說欸 就是欸 小姐姐你怎麼在這裡啊 這樣子 小姐姐 哈哈哈哈 這是他的pick up line 他的第一句就說 小姐姐你怎麼會在這裡啊 我忘了啦 反正意思就是這樣 OKOK 然後我就說喔沒有啊 我就是我忘記有時候 我要回家什麼的 他說欸那 你有沒有興趣就是兼職什麼的 反正就是要找酒店妹之類的 What 在中山區 超可怕 他不是文青嗎那邊 欸就是還是有欸 就是我跟你講 那邊現在變成一個 就是搭訕的聖地 WOW 比方說就是前陣子不是很紅 就是戀愛課程嗎 就是會教男生怎麼樣去搭訕女生 然後就會有一些男生 真的在那邊做 就是這種實戰的搭訕 的練習這樣子 那我剛剛忘記提 就是你們如果有逛過中山 就是中間不是有那個 帶狀的公園嘛 是 然後就有那個市集 你們有去逛過嗎 有有走過 對然後就很熱鬧 然後你就會 在那邊有那個飾品啊 然後有人在賣甜點啊 等等等 然後你就覺得哇 就是每到六日那邊 就是人都塞爆 對 那邊很有生活的那個 那個什麼感啊 有一種vibe嘛 有一個vibe 對 欸那其實你就是 如果現在是星期五晚上 然後即將星期六星期天要到 你跟你朋友的群組 你們在聊要約出去 你們都說要約去哪裡 要做什麼 哦我跟你講 這就可以帶到第二個 最 比較 有人的地方 就是信義區 但我自己不會 就是我朋友他們 比方說到 禮拜五 可能下班 就會說要不要去信義區喝酒 因為那邊現在有一個 街頭酒吧 就有一條街 嗯嗯嗯 市政府站出來那個 欸對啊 我跟你講我上禮拜第一次去欸 我整個大開眼界 因為我其實本身沒有 就是不太喝酒 然後我就很好奇 就是現在年輕人 到底在哪喝酒 這樣子 哇然後那邊 真的都是年輕人 然後就是比方說 有兩間酒吧嘛 對 然後大家可能買完酒 然後就會在那一條 就是圍成一群 然後這樣喝酒 然後會互相 旁邊的也喝一喝就認識 對對對 然後你就哇 就是我也開眼界你知道嗎 就想說 那邊確實就是喝酒的氣氛還不錯 然後我就也會想說 那下次好像可以 就是去喝看看這樣子 我沒有去過那邊喝過欸 我有喝過幾次 我跟我朋友兩三年前 年輕人 常常約那邊 所以我跟Gini 應該是同一個時代的 是喔 但我必須說 我覺得你們 就是以我現在進來這麼久 我對你們兩個觀察 我覺得Eric 確實有比較年輕的心 確實 他比較會去好奇說 現在年輕人到底在幹嘛 然後Ian就是 沒關係 我就是做我自己 我是老心靈 你就是老心靈 然後你就也不太會說 沒關係 這我不了解 就是我 我只要知道 就是我自己的東西就好 年輕人世界 我好像也不用特別了解 不用特別去吃 然後Eric 我就覺得他比較會 欸你們在玩什麼 好新鮮 那我也來試試看這樣 我覺得他伊人啊 我覺得有差 就是想要認識朋友 然後多看看這樣 大家在幹嘛啊 欸我好像沒有被揪到 我是心情不愉悅這樣 所以我可以理解他 我已經沒有合理 就年輕人到底在做什麼 就是我不了解的時候 怎麼我年輕人會想要做這些事情 然後我想了解 然後問 就說到底這些事情哪裡有趣 這樣 那你會想要了解老人都在幹嘛嗎 老人就比較還好 啊對啊你這個好奇心 為什麼只偏一邊呢 對不對 我覺得年輕人做的事情 感覺比較exciting一點 哦是嗎 不一定啊 不一定啊 老人玩的更開了 我們不知道啊 沒有我覺得 想要知道老人在做什麼 有一點是想要 自己趕快變老 可以就是加入他們的生活圈 但是了解年輕人 好像自己年輕一點 反正我們知道 我們自己遲早都會變老 想要回到過去的感覺 他有赤子自信這樣子 赤子自信 對 所以我覺得 你說信義區那邊就是 喝酒夜生活比較多 對 然後中山區是不是就是 比較白天下午 悠閒逛街的感覺 對啊 去那邊逛逛市集啊 然後買甜點啊 就是喝喝咖啡這樣 在那邊拍網美照 網美照 所以每一天都有一個 年輕人大遷移的這個轉變 就是中山區又移到信義區 然後又要回來 而且就是現在很多那種拍鐵機 拍鐵機我記得我們小時候 我跟Eric小時候很紅過 對不對 我們大概可能八九歲十歲 就沒落了 就沒落了啊 可是你們以前有那種 嘻花的比方說 你們可以戴可愛的那種頭飾這樣 然後穿制服啊 你要從家裡自己戴 對以前好像比較是後製的 對 他有些效果 對他有些效果可以炫 就是日本拍鐵機 然後幫你修得很誇張那種 對不對 會修會修 沒有我跟你講 現在就是中山跟西門町 超多這種拍鐵機 他就跟Seven一樣 隔了幾條街就有這種拍鐵機 然後這裡面就是會有一群煤啊 然後就是在裡面 就在那邊選頭飾啊 然後等一下選一選就可以 就是拍好看的 就是這種拍鐵機這樣 所以現在就是很流行 就有辦法自己邊打扮 就是裝一些裝飾品 然後去拍這樣 對對對 然後像我妹喔 就是比方說 我們可能今天要去哪裡玩 然後就一定會塞一個說 欸那我要去拍鐵機行程 哇哦 我就想說哇哦 因為我自己也 我自己覺得 就是 你是我們這一組的 對我現在是我們這一組的了 我自己覺得 有一點浪費錢 現在拍一次多少錢 我那時候問我朋友 他說 好像洗一張是150 然後你多洗一張就是加50 欸很貴欸 可是聽他說 欸好像150塊是三張還多少啦 反正我忘記 所以他們說一個人平均分享很夠雜口這樣子 50塊 OK 對 可是我現在想一下 你就把它有沒有辦法就是裝 進去玩那個裝扮 然後在那邊直接用手機自拍 我覺得也會有 可是沒有大家 大家不會自拍 大家都是會拍那個 就是拍你拍完了拍鐵機 然後就是拍線動 動動就說欸我們拍完了 我們好可愛喔 用手機再去拍那張照片 拍鐵機 對就是要 然後那個照片就丟了 還是最終還是留手機的那個版本 我覺得大家就是那一張 剛開始拿到都很新鮮 然後可能你就會丟在某處 然後你就不會再把它 就是你就會塵封它 我覺得潮流這種東西是 一直會被recycle的 有一個cycle 每10年15年它就會回來一次 我覺得是這樣子 我覺得有那種感覺 比方說像拍照的手勢 什麼Y2K 喔 就是這種復古風 對 欸他整個給我皺肥欸 Y2K啊 Y2K 反正它就是一種 就是近期就是拍照 對對對 這樣嗎 有有有 那妳還在 這是什麼 我羊people欸 不要說這樣子 或是iPhone不是可以開廣角嗎 然後它就是 由上往下 然後這樣拍 你就會感覺頭很大 身體很小 喔 這種Y2K 對我國中的時候超流行那個的 由上往下 那樣臉比較瘦 對對對 然後感覺身體很細長 現在又流行囉 又流行 又流行 就是就會覺得看起來很瘦 這樣子 就是因為你由下往上 你臉是比較賤嘛 對 然後大家就會覺得 欸你這樣拍很好看 然後iPhone的廣角 你開下去 你就是整個人 變很小隻 對變更修長這樣子 所以大家也會流行這個 那有什麼臉頰愛心啊 就是這種 臉頰愛心我真的沒辦法 哈哈哈哈 為什麼沒辦法 臉頰愛心 就是 對啊你看 愛心然後愛心啊 這種啊 很可愛啊 我覺得現在就是 大概十年 五年前開始流行 就是手指愛心吧 對不對 對 我覺得這樣就OK了 不用再多了 那如果現在有人叫你臉頰愛心 可以嗎 不要說廠商要求臉頰 廠商要求 你現在臉頰愛心 馬上年輕五歲 對啊 你試一下 我覺得我不適合欸 我就老靈魂 你要我臉頰愛心 那你臉一下 哈哈哈哈 有年輕到 有年輕 很可愛欸 世界年輕 對啊變可愛 大家覺得你變得很好親近欸 喔是嗎 對對對 他以後就這樣出門囉 很可愛 以後拍照 大家就說喔你好年輕喔 OKOK 這樣子 你很 所以這是一個年輕的象徵了 是 因為我們 我跟Eric都是比夜或比讚 我現在我們就是多一個年輕愛心 對 年輕愛心下去就直接跟年輕人混起來 混起來 我覺得我們拍照還是不會用 我嘗試幾天看看 好你嘗試 我嘗試幾天看看 老實說 我們可能跟一般我們自己年紀的人的週末都不太一樣 可能現在Eric你在那邊的週末可能是比較有 就是分得出來了 分瓜出來了 我其實也蠻好奇的 你現在Eric週末都在幹嘛 其實我只過了幾個週末 一個週末一樣 嗯應該就是L.A.跟我女友出去啊 跟他的一些朋友hang out 比如說喝個酒吃個brunch 或是爬個山 哇爬山欸 如果是weekend的話 回來可能會爬不少的山 反正健康蠻lay back的行程啊 對然後其實美國常常辦一些home path 就比如說有一些節慶的時候 就是一群朋友 其中一個人就會辦一個home path 比如說聖誕節的時候 我女友家就辦一個聖誕party 嗯 那我相信就是過年的時候 應該會某一個人家 會辦過年的這種party 所以我們就 here and there 會去一些人的家拜訪這樣 欸那我蠻好奇 比方說辦這種home path 它是屋主會自己準備食物 還是比方說大家就說好一人帶一道東西過去 呃要看屋主 有些屋主就是廚藝很好的話 可能全部準備好 或是他全部買好 有一些就是所謂的pot lock 就一個人帶一道菜這樣 哦 那你們會幹嘛 就是在裡面玩桌遊嗎 還是喝酒聊天 通常是吃完飯 會做一些小遊戲啦 小遊戲 之前就玩一些drinking game 比如說搶杯子啊 誰搶比較快 就是就贏啦 或者是把一個衛生紙盒裡面放很多小棉花 綁在屁股上 看誰屁股搖得比較快把它搖出來 就是很像綜藝什麼 綜藝大門 不是大門 綜藝大門 綜藝大門 不像綜藝玩很大那樣子 對我覺得在美國的生活 就比較不會在外面走跳 都是在室內空間 誰的家誰的家 嗯 就是大家hang out而已 比較沒有什麼活動 連唱歌都沒有一些唱歌 當然有少數唱歌的場地 可是可能有些人家就有唱歌的設備 就會選擇去別人家一起唱歌 不會去像那種錢櫃的那種地方唱歌 喔對 年輕人其實就是也是會夜唱 唱KTV什麼的 你還會夜唱嗎 你現在你會夜唱 其實很少啦 出社會四五年的經驗 我們不太會夜唱 就像說禮拜五好吃個飯 然後大概八點 然後就唱十二點 喔欸但算早欸 十二點就回家了嗎 對啊 你們不會覺得現在只要熬夜 你們隔天就是 就是那個棉會補 就是會補不回來 補不回來 補不回來 要補一個禮拜 對 你根本沒有熬過夜 你在那邊講 你根本不知道那個感覺 真的 我曾經七點才睡啦 喔早上七點嗎 早上七點啦 那是不是調時差 那不算喔 沒有沒有沒有 我跟你和David Michelle 我們不是夜唱 唱到七點 喔跨年啦 那我就睡一整天 最好是你根本三點 你就躺在乾櫃的那個沙發上睡著了 你以為 然後最好到七點 對啊 然後真的像比方說我妹他們真的 就還是都會夜唱 你妹妹還會 嗯 然後我就說我真的沒辦法了 哇 所以你現在 你的朋友的這個年紀 都差不多已經結束夜唱的這個活動了嗎 差不多 我們都會 大家一起就是說好說好我們不要夜唱 OK 那個比較還是大學生的感覺 大學生 現在就是 夜唱我先不要先不要 因為有時候你可能還是 對啊 就是有時候你可能還是跟你要上班 對 或什麼的 你就不太會 去做這麼傷害身體的事情 對 會想比較多 這件事情的後果 對 就先比較好了 就我跟Yan這個年紀 現在跟朋友約出去 應該就是約吃飯 或者最多就是酒吧 就是有辦法聊天的地方 嗯 台灣約酒吧比較有可能 美國基本上很少約酒吧 就是在家裡喝 因為大家要開車 哦 所以不會有人約酒吧 一定在家裡 啊在台北比較有機會是 因為走路啊捷運啊 就可以約酒吧 嗯 對啊我覺得 那你在台灣的週末都在幹嘛現在 我現在台灣的週末 一般 週末會處理一些比較瑣碎 我自己可以處理的事情 哦 就是工作那一邊啊 或者是 因為我可能上班的時候我也很少 有時間去處理 非工作 可是一些 個人的 瑣碎事 比如說要 繳什麼一大堆費用啊 嗯 水費 瓦斯費啊 然後很多那種 包裹很多信件要看啊 那種 老人要做的事情 你知道嗎 一些老靈文 然後剩下的時間 我就會 呃 因女朋友要求 就會出去走走 呵呵呵 她可能會就是自己 她會選一個 她想要去的餐廳 哦 好我們就一起去吃 嗯 或者是 看電影都可能是 可能四五個月 去看一場電影 可是我女朋友會比較有出門的想法 嗯 她會自己選說 欸我最近在我們家附近 或者是哪裡有一個公園 她下午想去這個公園看看 因為她很喜歡滑那個小紅樹 你知道嗎 所以小紅樹就會很危險 她就會一直看 可能我們住的附近 很危險是為什麼 因為裡面就很多點子 而且那個點子 有時候不一定 有時候會踩雷 會踩雷 有時候小紅樹 有時候把它捧得太好了 你那個想像 太完美了 去的時候就會有點落差 然後 她就有時候心情就 又突然倒下 哈哈 而且每個小紅樹的景點 她就配上一個網美照 對 所以女生或男生就說 我要去那邊拍一模一樣的照片 對她就想像她是裡面女主角 對 那到的時候 就是有兩個現實嘛 一就是 她的男友不是專業的攝影師 再來就是 她可能也不是專業的model 所以拍出來 她的男友應該是專業的 至少是專業的youtuber 攝影要略懂吧 哈哈 對啊 OK 她的服裝可能也沒有 對很高 她期望會很高 我懂 欸我跟你講現在年輕人 就是女生啦 就是都會滑小紅樹 你自己也會嗎 我自己也會 抱愛滑 晚上睡覺就 欸那邊滑一下 那因為就這裡面會有很多 因為她的演算法蠻特別 就是你只要一滑一些 看得比較久 她就是都會推那些東西給你 很恐怖欸 就 哇她真的推得很好 然後你就會 就是真的你就是 因為都是你喜歡的東西嘛 你就真的可以滑一整個晚上 這樣 喔 對 欸那Gini你在上面都滑什麼 我都滑 比方說 就是咖啡類的東西 因為我自己也很愛喝咖啡 然後有一些就是 比方說就是追劇的時候 有些人會剪一些精華片段 對 然後我就是會看一下 別人剪的精華 劇的精華片段很恐怖欸 對啊 你就會一直滑這樣 你會覺得只有1分鐘 可是你要看100個1分鐘 基本上要把那劇看完 欸真的 有時候 有時候就這樣 然後你就說 欸我已經不用看這個劇了 你就直接知道他在滑什麼 對 然後現在很多那種 會有人自己拍一些 就是戀愛的這種劇情 因為女生就很喜歡這種 戀愛腦 戀愛 戀愛腦 你就會看別人就是 拍這種戀愛的東西 然後就也會看這樣子 對 對 就是大概都畫這些東西 所以你會從 就是年輕人也會從小紅書裡面 找一些 週末要幹嘛的點子嗎 會喔會喔 就是 我女朋友真是年輕人 欸對啊 會滑小紅書代表他就是年輕人 他真是年輕人 對 真的 我們有聽說 其實現在年輕人也蠻喜歡 露營的 然後我跟Eric其實也有露營過 我們都覺得露營好好玩 喔對啊 露營好好玩 很好玩嗎 我覺得應該是說 怎麼了 有看過我們那一集的都知道 露營好好玩 欸你是說就是你們去那個 我們去帶粉絲 去拍那個 配對 然後跟他們一起露營 結果下大雨 然後 那個雨還直接露到 我們自己白吃 帳篷沒弄好 雨直接灌到我們帳篷裡面 然後整個晚上又冷又濕 真的好好玩 欸那時候是你們自己搭的嗎 我們自己搭的 對我們真的超菜鳥 我們自己搭完 覺得一切都很OK了 嗯 然後就坐在那邊享受 然後下雨的時候 我們就是有搭天幕 就想說OK 完全沒關係啊 有天幕很讚 然後我們就是後面的門沒有灌 然後雨就直接灌進來 然後我們在那邊 然後雨灌了 大概一個小時我們才發現 那裡面的東西都撕掉了 都撕掉了 欸這樣我好奇 你們那時候沒有想說要 就是租那種懶人露營 就不用自己弄 我們就想說這樣比較real啊 我就是覺得 是不是去露營 就是要自己做一些hands on 搭起來就比較有成就感 有個露營fue 如果都搭好了去 就直接好像換個飯店 或換個公園做而已 是不是就沒感覺了 欸懶人露營跟網美露營 是一樣的嗎 呃對 就你不用自己搭 他就是幫你搭 但是全部都say好 你就只要show up就好 對對對 然後會幫你準備好 就是烤肉啊 什麼什麼的 烤肉火鍋 然後你就不用自己搭 我覺得應該是說 就是以前在大學的時候 不太會有露營的這種行程 嗯 就是因為畢竟露營 可能你去一趟 還是要大概三四千塊 OK 那你出社會就是 就是自己賺錢嘛 比較有一點經濟能力 是 然後真的我們周末就會去露營這樣子 嗯 然後 但我們這一群是比較偏懶惰 我們就是 我們就直接租懶人 懶人露營 就是他就是幫你搭好 然後 就是會給你烤肉啊 然後火鍋的料 你就是晚上就跟大家開心的 就是煮東西 是 那但是真的就是也有 就我身邊真的也有朋友 他就是 就真的會自己買好那種很 因為我記得露營 其實好像蠻貴的 哦 露營的設備都很貴 對 然後他們真的就是會 他們就會覺得說 欸 就是之後都會一直錄的話 那買了之後 那他就會用嘛 嗯 然後可能就自己 買一些器具什麼 我就哇 我真的沒辦法 我們就是那種 開心的露營 然後開心的烤肉 然後煮火鍋 然後再拍抖映這樣 哈哈哈哈 欸 我覺得露營這個 露營這個整個畫面喔 我真是覺得他就是 很young people的活動 而且 而且他不能都是 全部成雙成對的 我覺得露營這個東西好玩 為什麼比較適合年輕人 就是 因為要過夜你知道嗎 而且是在一個 你沒辦法被3C 東西綁架的地方過夜 大家一定是要在那邊bonding 所以他是 很有辦法讓 就是 可能再曖昧的 我可能還沒有很認識的人 就是很快速加溫的一個活動 對 所以 如果我單身又年輕 哇 我也愛錄影啊 欸 真的 我跟你說 我朋友他們 他就有跟我說 就是有一些人把妹啊 真的就會 比方說我們可能在酒吧 欸 第一次見面 然後就聊一聊 欸 覺得蠻對的 就說 欸 那就是中某要不要去錄影這樣 第一次約會去 約錄影的 對 我覺得我沒辦法欸 我覺得蠻充的 蠻充的 我覺得很充 太充了 然後我就會想說 但真的可能有些人就會覺得 就是錄影又可以看到更真實的對方 因為有時候 你就是 互相在烤肉或是搭搭的過程 對啦 然後你就會更了解這個人 對 但是他有其他意圖 我就不知道了這樣 可是我覺得就是不要兩個人單獨了 第一次我覺得真的 除非跟Dulu Man拍片 對啊 要不然就是要有一群朋友 就是你要有認識其他的兩三四個人一起 對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安全 露營要一群人比較好玩 對 那我覺得像你講 如果真的在曖昧的時候 哇這個 哇 哇 太浪漫了 這是肉幫你烤 這是肉幫你烤 欸那個床墊我幫你鋪好了喔 床墊我幫你 你要水嗎我去幫你拿水 欸我剛洗完澡 吃火了怎麼辦 吃火了 你睡我的床沒關係 你睡我的床 可是我也要睡 我們一起睡 可是我覺得 除了年輕人以外 老人也蠻適合錄影的 因為像Gini說的是 更認識彼此的一個方式 我覺得就是一些好朋友 只要去露營個幾次 就會變得非常好朋友 或者是直接絕交 絕交 喔對啊對啊 對對對 但我覺得比較不一樣 就是你們不會拍抖音吧 我們不會 不會拍抖音 我們拍IG 我覺得老人的話 沒有就是拍手勢舞啊 就是你們 手勢舞 就吃完 然後你就欸無聊 不然我們來拍個就是 最近很紅的什麼手勢舞啊 這樣子 不會 我覺得那個錄影有分就是 很年輕跟single的階段 嗯 然後 然後 就是 剛交女朋友 或者是 剛有小孩的階段 就是不太適合錄影 然後直到我覺得到 可能 四五十歲的老人 嗯 四五十歲就是講老人 好像不太好 因為我快喔 可能四十到六十 嗯 這一群人 也蠻適合錄影的 因為他們 他們小孩都走了 他們就是身邊都是這一群人 然後可以 不是啊 我就說去上班啊 或者是 我們這一集會得罪很多人 得罪很多人 反正他們就可以 比較閒下來 然後來聊人生 的那一種 那一群人 我覺得就是適合一些 老靈魂的慢生活 阿對啦 就是很chill 很lay back 你不需要任何活動 不用拍抖音 你就坐在那邊 烤肉啊 聊個天 跟大自然 就是連結 對 對 跟老朋友一起聊天 沒有啊 你聊一聊很無聊 你就是拍個手勢舞啊 老人不會 跟年輕人一樣拍 可能下下棋啦 大家一起跳舞 不覺得還有那種 就是 哇我們好年輕 我們很跟上流行耶 我們 我們在跳這個可愛的舞 膝蓋要保養 你們在跳的時候 有沒有旁邊一個比較 一群老的人 叫你們shut the fuck up 哈哈哈 你知道去露營 就是要到很遠的地方 然後 對 把自己跟城市隔離 你知道嗎 然後就旁邊一群年輕人 在那邊用3C在那邊跳舞 會不會很煩 不會啊 可是因為露營 他的那個自己的空間 都蠻大的 是啦 喔OKOK 而且我覺得那種 網美露營啊 或懶人露營 老人可能比較不會去 對 老人就是真的是 有自己的格西的 比較多的 然後自己搭 對我們 就是網美露營 他就是 就是景比較美嘛 所以我們就可以 就是拍 我們就可以拍這樣子 嗯 對啊 那剛剛 就是Jini有提到嘛 就是出社會之後 比較容易 花錢在自己喜歡的東西上面 比如露營嘛 那你覺得還有什麼其他的 年輕人會願意花錢的東西 嗯 就你們的消費習慣 像長什麼樣子 我自己本身是比較沒有什麼物欲 但我可以分享我 就是身邊朋友 他們現在都在 就是為了什麼花費 我覺得現在年輕人比較 就是會把 願意把錢花在娛樂上面 比方說可能Switch啊 或是韓團的 表演的 門票這種 哇 因為我以前 就是我們前公司嘛 很多那種 弟弟妹妹們喔 嗯 然後呢 就是要面試他們嘛 我說欸 那你們的興趣是什麼啊 這樣子 然後大家就說 喔我就是有在追一些韓星啊 什麼的 OK 然後說欸那你最近在關注什麼新聞啊 因為我們就是小編要知道史詩嘛 是 喔那個誰誰誰當兵了 我說哇 就是都很了解這一塊 所以他們就是 因為非常喜歡嘛 所以他們就會願意把錢投資在說 喔那 誰來台灣辦演唱會 哇一張五千六千的票 直接砸下去 我就想說 這我真的沒辦法欸 很會用錢來支持自己喜歡的 也算創作者 演員或歌手這種 對就我覺得現在 年輕人比較願意把錢花在這邊 因為像之前我們 就是可能辦公室嘛 然後大家就會說 欸最近誰要來台灣看演唱會 然後那天到了 大家就全部在 就是電腦桌前面說 欸等一下快要五十九分了 大家要強票了這樣子 大家當那個薪水小偷嗎 對 OKOK 中午時間 中午時間 OKOK Gini你說的是 侷限於韓星嗎 還是就是現在年輕人 就是台灣歌手偶像 他們也會很瘋狂的在追 也會很瘋狂欸 像我自己啦 我可能就是 因為我蠻喜歡 波恩之前辦的那個 就是脫口秀 他的胸灰脫口秀啊 就也會願意去支持 可是我不會花到五六千欸 我就是可能八百塊一千六 這樣子 對 就真的很敢花欸 然後 像我有朋友的妹妹 然後小五大概 我不覺得應該兩三歲吧 哇 就是會去打醫美欸 我想說現在 大家 那個膠原蛋白 不是還很足夠 而且打醫美 不是也是 不是小筆的花費吧 對 欸我有查 他說他會打肉毒 皮秒 肉毒 好像 打三次 就是一萬塊 然後 皮秒一次五千 我想說 哇 年輕人真的很敢花 哇 而且那個膠原蛋白 就是皮膚不是還是 本來就蠻ok的狀態 但可能他 會追求得更完美 確實他妹皮膚真的蠻好的 嗯哼 然後我就想我天哪 我真的瞬間變老阿姨欸 嗯哼 就是有一種 就是我自己 不太會把錢 可能年 我不確定是因為年紀還沒到嗎 就是我覺得我還沒有這個需求 可是對他來說他 就是現在年輕人會更願意花錢 就是在自己的外表 外表 就是大家會覺得說 就是你賺錢沒有辦法買到房子 是 那我倒不如就把握當下 就我可能一個月很辛苦的工作 好 我可能 領到薪水 我就 撥撥一些 然後來犒賞自己 嗯 對啊就是 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這樣子 不要存得太辛苦 反正就是要過 主要是過得舒服 過得舒服 然後剩下的再拿來存 嗯 那種感覺 嗯 我覺得大家 就是我覺得現在年輕人的心態 比較會是這樣 那年輕人有在投資嗎 你買不到房子 有一些小錢 你不存 你可以拿去 做一些小小的投資吧 喔但我覺得有欸 就出社會之後 就是以前 就是跟以前聊天的那種 就是話題不太一樣 嗯 就大家真的就是都會聊 買什麼股票 對對對 我身邊會有一些 年輕人是這樣 還是會 稍微投資 就是買一些什麼存股什麼的 對對對 還是會有啦 那OK啦 我覺得這個觀念還是 還是要有一點點啦 我不要全部 百分之百都 都花掉 我覺得有點 有點可惜啊 欸但我 我之前就是有朋友 他真的是月光族 喔真的喔 比方說我們零薪水 然後就會說 喔那 他說怎麼辦 我這個月就是又沒錢了 就是存 就是我的那個戶頭 只剩下幾百塊 What 然後我們就很驚訝說 天啊你怎麼敢讓你自己 因為他是台北人啊 嗯 然後可能也沒有房租的壓力 OK 然後我們講說 你幾百塊你怎麼敢 就是這麼的勇敢啊 嗯 就是像我一定還是要有一點點 就是預備 緊急的 對啊 資金之類的 對然後 然後他就說沒有啊 他就是幾百塊這樣 我想說 然後或者是那種可怕到 就是可能別人還要就是 贊助他這樣 就我們就問他說 那你都把錢花去拿 嗯 然後他確實就是會 比方說可能週末 或是下班 就會吃比較高級的料理 像可能海底撈 嗯哼 或者是比方說什麼一些分子料理 嗯 等等的 他就比較願意 把錢花在這邊 對 你就說那你還是要 少吃幾次海底撈啊 這樣子 少喝幾杯酒啊 我覺得台北酒其實很貴 對他也很愛喝酒 哦他真的 就一杯三百 我們等一下你去可能喝個三杯 你一個晚上你就兩三錢就花掉 對啊 嗯 一杯酒有兩個便當欸 真的 對真的 很恐怖欸 我是覺得他那是有點到 不負責任的狀態了啦 對啊 不過我覺得可以理解 就是年輕人現在 因為 看不到付出的這個 效果 所以就會想說 好那我至少生活品質好一點 夠的開心一點 嗯 可以理解啦 嗯對 我覺得就是有點像是 現在的社會氛圍嗎 有一點我覺得就有點可惜啦 就是這個 台灣的這個環境 就以前可能 阿嬤努力個兩三 也不是兩三 阿嬤 真的阿嬤那個年代 阿嬤 好爽阿嬤 真的你就努力 真的努力 你就可以買到房 可是現在年輕人努力 買不到房 我就會覺得 嗯 那就算了 好厭實喔 可是我覺得有好有壞欸 因為我覺得以前人 他們努力為了買房子 他們可以努力二三十年 喔買到房子 可是他那二三十年很苦 阿可是現在年輕人 就是這二三十年 可能可以過得很開心 阿雖然沒房子 阿至少有辦法生存 那我們也知道就是現在年輕人 其實我們那個時代 比較沒有的 現在比較多的就是 哈韓星跟 可能有些日子 我覺得主要是韓星好像比較多 尤其是這幾年 比如說BTS起來 我大學的時候有 Big Bang 跟Super Junior的年代 那現在好像是比較多BTS 阿最近新的女團叫什麼 New Jeans 我根本就沒有跟到 你知道嗎 真的假的 New Jeans我沒跟到 New Jeans怎麼可能沒跟到 我真的沒跟到 你每天Oh my God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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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有歌我跟到 聽過他們的歌 但是不知道他們是誰 對 喔就是 你名字叫出來嗎 New Jeans任何一個成員 喔我不知道 可是因為我沒有哈 因為我沒有哈 喔你沒有哈 就是 你沒有哈 我是可能有人 就會知道誰是誰 喔 對 我覺得有差 就是像你剛剛講 我們這一輩 可能就是Shiny BTS 沒有BTS算後面 後面的了 少女時代 對少女時代 現在就是什麼Seventeen 你們聽過嗎 其實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妹就追爆 追爆 每次限動都是 可能他們偶像的 就是拍照阿 好強喔 然後每個 比方說BTS今天誰 誰開直播阿 然後大家就會截圖 什麼天阿誰誰誰 真果好帥喔 等等的 而且我覺得 有一個很明顯的代溝 就是說 我們之前在辦公室的時候 他們只要一聊起 就是韓星的話題 我就沒辦法融入 進不去 我進不去 我就想說 我真的不知道你們在說誰耶 然後他們甚至是誇張到 比方說今天 他們喜歡的 就是最近可能比較夯的團 然後他們可能今天出新歌 他們就開始討論 明天來辦公室他們就會跳了 好強喔 這個學習能力 欸真的欸 這學習能力很厲害欸 超高的 所以現在年輕人是比較 哈韓星 然後比較不哈YouTuber嗎 因為我跟Yan就兩個人 然後常常就是 大家還是分不清楚 Yan跟Eric 但是他們韓星的 所有的就是明星都知道這樣 我覺得他們就是 就是很愛 你就會想了解他們 就是誰 但是 我覺得他們包裝的太厲害了 太 就世界舞台 對 這種包裝 對對對 很厲害 就是我相信很多人都不懂 他們在講什麼啊 就是都講什麼 就是這個魅力在 你知道嗎 我覺得剛好是因為我 下一屆開始 然後到我妹 反正就是大概落差 大概五歲這之間 剛好那時候就是 韓 就是韓國的東西就是 比較多 就那時候真的 就是整個韓流 有西台耶 所以就是他們這一輩就能理解 因為像我們這個 就是比較有公明 應該就是台灣偶像劇 什麼 下一站幸福啊 誰 什麼王子變情 下一站幸福你不知道 我是流星花園的那個 那你更老耶 哇賽 對 還有什麼 二作劇之文 二作劇之文 對對對 二作劇之文有 二作劇之文 我們那個年 我們那個年代的 對 那你們有追 就是那個終極系列嗎 就是我們覺得我們這時候 還爆這個 可是在我們下一屆 真的就是 韓流 Shiny 真的就是 少女時代啊 太厲害了 什麼Blackpink啊 G Idol啊 舒華啊 欸我女朋友也是 她一直說我自己也是啊 其實我就是不想承認而已 我也是Blackpink的粉絲 真的假啊 對 Blackpink的粉絲有個簡稱叫Blink 你知道嗎 Blink 對 就是B Blink啊 就眨眼睛就是Blink 可是 他們的粉絲叫 Blink OK 哇那我這聊不下去 也沒辦法 所以你不是 Blackpink的粉絲 會聽可是 女生可能會比較偏 男生 男團啊 是不是 也不一定欸 可是因為我真的本身 就沒什麼在追 對 那現在年輕人交朋友這一塊 現在我跟Eric 其實出社會之後 交朋友是特別特別的難 嗯 非常難 非常難 那現在很多人交朋友 好像都是用交友軟體 是嗎 就年輕人現在 還有在用交友軟體 在交朋友嗎 我覺得是欸 就是 呃我們這一輩 就是社群軟體很盛行啊 所以你真的就是 用一些什麼交友軟體 你真的都會去用 像我之前就有用過Dcard 然後認識男生 Dcard算交友軟體嗎 他之前有一個抽卡功能 啊你們沒有Dcard帳號對不對 沒有 因為那時候是只有大學生才可以辦 哎呦 哦是 哎呦 OK 欸所以就是現在年輕人 一定要透過社群軟體 才會幫他交朋友 或者是交友軟體 比較多 就是真的是 比方說什麼 真的是一些 比方說什麼Omi啊 什麼探探啊什麼的 哇 就是都會用這種方式 然後可能去認識另外一半 可是我覺得也不一定啦 有些人就是不喜歡 就是他覺得在這上面 可能很多人 就是會想對你做壞的事情 嗯 然後就不太會用 但有一派就會覺得說 那反正就認識看看 嗯 因為像我朋友呢 他真的就是在 一個交友軟體上認識他現在老公 嗯 有這些其實 對我們有一些朋友也是 對吧 也是有啦 成功的案例 對然後就真的 大家就比較 就是 會比較願意在這上面 然後去花時間 欸那我剛剛好奇 你剛剛那個Dcard抽卡是怎樣 哦 他就是 你每到午夜12點 你可以抽卡 還有 你可以抽到一個 呃 我記得好像 我忘記是不是可以選 異性還是同性 OK 反正反正就可以抽一張卡 嗯 然後你一開始就是可以在上面 先 因為他上面會有 對方的一些 自我介紹啊 什麼的 有照片嗎 有 有照片 然後你要兩個 有點也就是像沛隊 你要兩個都覺得 想要認識對方的話 那他才會 就是出現 欸那恭喜你們成為好友 這樣子 哎呦 然後你就可以 就可以私訊了 就可以私 對私訊 啊就是可能聊得 還不錯你就會 就是他就會問你 所以要不要換Line了 嗯 這樣子 要不要追IG 我跟你講我真的在上面認識 我算前幾任男朋友 哎呦 哇前幾任欸 不是 就是前面的 Multiple 我忘記幾任 前面的有超過一位 某一任 喔不是說前好幾任 是前面的 前前前任 應該是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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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任 對對對 應該是這中間有些很多 模糊關係 對對對 對 不好說 我們不要再這樣子 刁難他 很逼人 反正就是在上面認識 可是他就是後來就是渣男 然後就分手了 喔 但我後面還有幾次就是用DK 然後來認識新朋友 他現在還有這個功能嗎 還有 喔現在他持續都有 可是現在沒有什麼人在用了啦 喔是喔 對大家都是IG互追 因為現在年輕人就是 如果聊得還不錯 就是要不要互追IG 因為IG你就會可以看到他限動 然後看到他限動呢 你就會說欸今天在幹嘛 哇吃個甜點看起來很好吃欸 然後下一集就說欸 那下次要不要一起去吃啊 等等這樣子 差不多啦 我覺得這招數好像都沒有變過啦 差不多吧 你們那個年代也是這樣嗎 我們那個年代是用Facebook poke 你有看過這功能嗎 什麼什麼 我是沒有用過 可是你知道這功能嗎 可是我知道 Facebook poke Facebook以前有一個功能是 有一個功能是戳 喔喔喔喔 有有有有 你知道嗎 我們以前會互戳 對就是你被戳了 對對對 然後人家要不要戳回去 對對對 而且沒有什麼 講話的文字 所有的都沒有 你就說喔他戳我 他是不是 對我有好感啊 是不是對我有興趣 天啊 那個年代敢飄出來 欸那你們有玩過開心農場嗎 我知道這個遊戲有沒有玩過 我知道可是沒有玩過 對啊 那你可以交友 不能 不能交友啦 但是 但是我意思是說就是 你講到Facebook有帶一些功能 喔對有一些小遊戲在裡面 不過我覺得現在的社會結構 就不管是年輕人 還是我們這一輩還是更老的 好像都是要透過交友軟體 才有辦法認識新的對象 像 我跟燕這個年紀的身邊一些朋友 他們就是 也是想試著用交友軟體 然後用著用著可能 有些人的個性會覺得很累 所以我覺得有些就是喔就是 好啦我就隨緣了 那 就是社群軟體對他們來說 不是那麼自然的事情 所以他們就是 真的就有點半放棄的隨緣 找對象 喔那不然要怎麼找 就是隨緣啊 就是等你的真命天子或真命天女 突然出現在你面前 對你過馬路不想要跌倒的時候 旁邊會有人幫你扶起來 嗯 中 對或者是靠朋友介紹啦 我覺得最主要是靠朋友介紹 這種會比較可靠一點 是 那這落差好像也沒有很大 就是年輕人確實也會不要說 可能朋友互相介紹 嗯 對 但真的我覺得現在年輕人不要說 他可能失戀的話 他就會去畫交友軟體 喔 就可能就是剛分手 就是最快可以得到一個 心靈上的 撫慰 不只是心理上吧 是 看你怎麼用囉 要看 要看囉 還有那個 滾耐 你們有用過滾耐嗎 沒有 那就是一個可以就是講話的 喔 那個morning有嗎 還是他只做滾耐 只做滾耐 那他是 你每次只能聊七分鐘 就是他有一個實驗是說 就是假設這七分鐘我們可以聊得 就是聊得還蠻對的話 其實基本上後面就蠻有可能的 喔 七分鐘無感 他就是 基本上就不要浪費時間了 對 就是好像這個七分鐘是有計算過的 他只能晚上用嗎 這半天也可以 喔也可以用喔 可是你晚上 就是他取晚上比較有feel吧 喔 就晚上這樣 喔無聊睡前這樣 喔你就是在幹嘛呀 這種感覺 所以聲音要好聽的比較有機會 我覺得是耶 Eric 欸你超適合 Eric 你可以去代言 我覺得我跟我講話 那對方直接睡著這樣 不會耶 你的聲音很適合 對方整個晚上都睡不著 哇靠 沒有 可能他還需要找我們代言的話 然後可以找我 那個減少年講成這樣 你的聲音會只是人家對不對 懷孕的 對啊 好啦 感謝試試看 Good night 等你找Eric的背好不好 是 對啊不過 就是我覺得我跟Yan最受不了 現在年輕人的其中一點 就是很多流行用語 啊這些用語 其實用的我覺得很牽強 就是這些流行用語到底是怎麼來的 怎麼發明的 是怎樣抖音有人突然講這個 然後爆紅 大家開始用嗎 我跟你說 我來跟大家講解一下 你們一定要學會 四句話 就可以用在你整個人生 這麼誇張 對用在你整個人生 我教你們年輕人現在用哪四句話 okok 就是真假 確實 笑死 確實 冷靜 可以套用在任何情境 四大金句 確實 哇 真假 真假 確實 笑死 冷靜 像真假跟笑死 我跟Yan也會常用 對不對 真假 我不會講真假欸 我就說真假的 真假的 真假的 不要鬧啦 所以我一定要安撫他 他跟我分手欸 他很過分 他怎麼可以跟我分手 然後就 冷靜冷靜 冷靜先緩緩 先真假再冷靜 對 先有一個騎手勢 先真假 對 真假 要缺欸 笑死 笑死 會不會打 會不會打 不能多用 不能笑 你學很快欸 你學很快喔 我像people欸 然後等一下說他可以說 ok我男朋友怎樣 確實 有沒有四句全用到 哇塞 哈哈哈哈哈哈 對啊我跟你講 所以 確實是其實就是聊天過程 就有點敷衍 喔喔喔喔 是是是 喔真的 就那種感覺 喔確實 確實 真假 笑死 我覺得 我覺得這四個還好 因為這四個 確實你講出來 人家知道是什麼意思 可是如果像什麼 安生民健 這種 就會覺得很多語 你知道嗎 沒有就是 我覺得是因為現在 大家都打字 對 所以你就很容易出現這種 簡寫 可是我沒有欸 我不知道大家打租音 是不是跟我不一樣 因為我打拼音 譬如說 打 呃 大安森林公園好了 對我來說 可能都比打安森快 因為安跟森要 單獨打出來 如果 比如說大安森林公園 我可以打 大的那個D 然後 安的A 就是 他會幫我聯想 每個拼音的D 一個字 對你直接把它縮寫的話 那個軟體 他 聯想不到你要講什麼字 所以你就每一個字 每一個字都打出來 是喔 那我覺得是因為 台灣人用注音 所以你不要說 安森 他就會 欸不是欸 因為我用注音 我打大安 他後面就會跑出森林公園 對這個意思 可是我打安的時候 森不會出現 沒有啦 應該是說就是 大家 可能打字 你不會想要打大安 你就是安森就好 你知那麼多 就是誰要看 喔 安森就好 安森然後 明劍就好啦 明劍 什麼心偷 心水小偷 心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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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偷很新欸 我只知道救頭 我不知道 欸你心偷喔 心偷咧 怎麼辦 你們會越來越 無解啊 對這世界 越來越無解 哇塞 我覺得很難跟上這個腳步欸 還有那個啊 什麼 我沒了 就是我不行了 對就是看到一個 哇那個 舒嬅 我沒了 就是這種 我整個要融化了 對 這也蠻新的 很少用 有點高潮的感覺 對對對 我沒了這樣子 最後結束之前 我們來 聊聊 你們分享一下啦 像年輕人的這個 Genie代表 你最近在做什麼 跳拖舒適圈的事嗎 欸但我 年輕人跳拖舒適圈呢 我就很看個人 我覺得是 我覺得對我來說 說今年比較跳拖舒適圈 應該是加入 嘟嘟man欸 哎呦 喔 很不舒適是不是 這是去年的事了啦 去年的事了嗎 就是沒有啊 就是近 算是 對啊很近期啊 ok 對啊 沒有我覺得就是跟 一群老人 跳拖年輕圈 欸有跳拖 就是那種不同的那個 就是國家感也有 就是因為 你們之前比較是在 國外嘛 然後一些思維上 就我覺得有一種在跟 一群學霸工作的感覺 哎呦沒有啦沒有啦 現在突然這樣教我們學霸 有點心虛啊 對啊沒有就是你們比較 就是會跟你們學到比較多 不同思考層面的內容 我覺得蠻跳的 我覺得你現在講的像我們是面試官 然後說欸你睡一下你有什麼弱點 我的弱點就是 我覺得我太完美了 覺得因為我是老闆 然後你剛剛講我們好話一樣 沒有沒有 那是 就是想到算是 近期比較跳拖舒適圈的 那一個 希望是好的跳拖舒適圈 是是是 我覺得就是在思想上 會跟以前就是差蠻多的 ok 加薪 以後 以後我們要去 以後去hire別人的話就 派你當幫我們宣傳 真的 校園巡迴 你去找我們的 校園大使 對啊 好啦好啦 謝謝我們這個團隊中 年輕人 Gini來 今天跟我們分享年輕人的 生活跟想法 耶 我根本感覺聊完這一集 我們變更年輕了 有我覺得你們變年輕了欸 真的假 對 笑死欸 確實確實 喔 好啦 那我們大家 明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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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Gini 謝謝 掰掰 OK現在到了我們QA的環節 第一個留言是來自 基本功能該有的都有 還不錯 目前沒有什麼問題 我的天 謝謝DuduMan找博恩來上Podcast OK 這個組合真的是我最喜歡的創作者 齊聚一堂 從小五認識博恩到現在 即將高中畢業 也算是看他長大 有點不記得什麼時候認識DuduMan了 一直都知道並默默的支持 幾個月前才真正高度關注 告白一下真的很喜歡你們 於是如此夢幻的聯動組合 當然要來留言一下 扯遠了 我拉回來問關於問題的部分 在秋學生涯中 我最童童的科目 真的是非英文莫屬 因為總是只能印記單字 導致根本記不多 但近幾年對於未來的方向 逐漸清晰後 默默產生了去美國留學的想法 幸運的是媽媽也正有此意 並讓我明年高中畢業去 Minnesota上學 綜合考量下決定的地點 她有朋友在那 並且自己也曾經在那邊留過學 至於為什麼想要去美國 總覺得對於自己的能力的 逆反心理 因為超爛 所以想要讓它變得更好 我對Minnesota認識不多 但感覺會是一個十分美國的地方 相較LA之類的 可能是個中文完全行不通的那種地方 想問伊恩和Eric 當初到美國時的英文水平如何 是怎麼樣融入當地的 以及怎麼克服開口的恐懼 因為我的英文不是普通的爛 現在回去考國中升學考試 還是考不到好成績的那種爛 我自己明白一些問題就是 關於詞彙量不足 文法不熟悉 之前有在IG story聽Eric分享怎麼背單字 但更多的還是想聽你們的心路歷程 追根究底 是想問怎麼解決溝通的問題 By the way 如果被信譽學到的話 有些話想說 於是有加了頻道會員 但Discord連動 YouTube之後 會員專屬群還是沒有出現 想問是哪裡出錯 最後感嘆一下 你們的中文進步超快的 覺得整體的用詞和用法流暢很多 聽到意料之外的用詞 都會不由得生一口氣加感嘆 謝謝 謝謝這位高中即將畢業的朋友 哇他這個問題好長喔 好長 反正他就是即將去美國 你要是問學英文部分 去美國他覺得自己的中文很爛 英文很爛 然後怎麼學英文 其實我覺得去美Sola非常好 很好 他讓你學英文學得非常快 因為他就是沒有很多華人 或是讓你講中文的機會 我覺得學英文就是要這樣 反而如果你去可能加州啦 或者是I don't know 紐約 可能華人真的比較多的地方 比較容易交到講中文的朋友 你可能會學的比較慢 所以英文學的比較慢 對啊 我們當初到美國的時候 也是跟你一樣啊 我相信我那時候五年級 如果要去考什麼高中的升學考試 我一定應該是考不上的那種 考不到什麼好成績 就ABC吧 我都忘記我那時候 A有沒有電到Z的這個 真的假的 我不知道 我現在有點難確定 真的很爛啦 反正就是環境 會逼你成長 所以 就這樣 真的就是 為了生存而生存 我覺得10倍單字真的超沒有用的 我覺得 你學到一個新的單字 你要運用在生活中 你單字要用了以後 它才會變成是你的 比如說你今天學到一個字 我不知道 Concentrate 專心嘛 哇 那你就 你說OK Concentrate 我今天的目標就是我要用這個字 那你今天就上學的時候 你就想說 有朋友來找你去打球 好 No I want to concentrate 反正你就是要用這個字 你用了幾次 它才會變成你的 OK 這一集是業配Amazing Talk 業配英文 那我們要回答那個Discord 對啊 如果你是我們頻道會員的話 確實你可以加入我們Discord 然後Discord 跟YouTube連動之後 你應該可以看到就是一個 專屬給會員的一個Discord的小頻道 那如果沒有看到的話 或加不進去的問題的話 可以在Discord上面直接聯繫我們的社群小編 叫Gini 他在裡面蠻活躍的 所以你應該可以找得到他 反正就是跟他講你有這個問題 他會幫你解決 謝謝 OK 下一個留言是 來自嚮往美加生活的人 超級喜歡你們 目前有計畫要出國讀大學 但過程真的不好走 想請問有沒有什麼準備 本輩的建議 以及如果真的如人到了 當地後有什麼方法可以融入的更快 我覺得主要就是不要跟華人混啦 我覺得你就是跟一些講英文的人混 然後了解他們的文化 這樣子你學英文也比較快 對吧 我認識很多就是在加州到現在還是只會中文的人 真的我覺得蠻可怕的 不管是不是去美國還是去其他國家 我覺得融入當地的生活非常重要 學習當地的語言是給當地人的一些尊重 是 可是我可以理解為什麼很多人會就是綁著這個華人啊 或者是講中文的人不放 是啊 因為就舒服 我會害怕吧 歸屬感 對啊你會覺得到一個異國 你會想要少一個安全感的一個環境 我覺得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 那你要回思考 這是不是你出國的這個主要目的咯 你的目的是什麼 你想達到什麼樣的 學到什麼樣的東西 那真的我覺得這過程不是簡單的 因為你要逼自己跳出去 逼自己去做一些不舒服的事情 去教一些不會講中文的朋友 過程很艱難 可是我相信你們如果要出國的話 這是你們也本來就想要體會到 體驗到的東西 所以 Yeah Don't have any regrets 我覺得要快速融入最好的方式 就是從你的興趣開始啊 看你有什麼興趣 那看有什麼社團可以加入 或者是怎麼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人 那如果是興趣 去當做一個內在動力的話 你就是 有辦法更快的融入 那個環境跟教導性的朋友 好 下一個留言是來自 我也想當Apple工程師 我也想當Apple工程師 聽到你之前UCLA畢業 然後去Apple當包裝工程師 感覺超酷超好玩的 我最近剛從機械系畢業 想申請美國的Master 當然也希望能上UCLA 但我GPA很爛 沒關係 GPA很爛也可以上UCLA 你不要多 沒有啦 好 好想知道 你當初UCLA機械是念到Master嗎 第一份工作就是Apple工程師了嗎 包裝工程師 是跟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比較有關係嗎 謝謝你的回答 也喜歡你們的影片 好 OK 那我個人是只有到學士而已 我沒有讀到Master 然後我是也就是跟你一樣 讀完機械工程師出來 我就找工作了 我就是沒有繼續 Pursue Master's Degree 然後我第一份工作不在Apple Apple好像是我第四份工作吧 反正都是在機械工程師的 這個領域跳來跳去 做了很多不一樣的Industry 包括航空業、手機業 對就是真的是Fastcon 富士康那邊的 然後再包裝 然後再跳到Apple的包裝 其實很多人問我這一題 就最近我也有發了一個 蘋果包裝的短影音 然後很多人說 怎麼會包裝會需要工程師呢 這你們就不懂了好不好 因為 我這裡不用講太細啦 反正對 包裝工程師跟Design Manufacturing 有非常直接的關係 因為包裝就是最後 就是要有辦法製作出來嘛 然後怎麼製作跟Design 它是相輔相成的 稀稀相近的 有這個成語嗎 稀稀相關 稀稀相關的 稀稀相近是什麼磁鐵喔 磁鐵啊 對啊 因為你可以有一個Crazy Design 可是你沒有Manufacture 沒有辦法Manufacture做出來的話 那那個Design就是一個爛Design 所以你Design 你很會設計可以 可是你要有人很懂製作 怎麼去執行 對 你兩邊要互相要 有一個closed loop的feedback 你才有辦法做出一個很好的產品 所以我那時候 不管在Fastcon 或者是在Apple學的就是 我們的團隊就叫MD Manufacturing Design 所以我們又要懂Manufacture 又要懂Design 因為我們什麼東西做得出來 什麼東西是 這個技術上 是做出來的 跟什麼是美觀的 我們都要找到一個最好的平衡 然後當然包裝工程師很大的部分 就要測試 那產品有沒有辦法被好好保護著 經過很多的跌漏測試 震動測試 高低溫測試 濕度測試 等等 還有包裝如果我們要有一樣的顏色 怎麼讓它控制穩定性 然後東西做一個跟做一千萬個 那個過程跟流程跟需要的工程 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量已大有很多不一樣的挑戰 我真的講太細了 對不過很開心就是你對這部分有興趣 那如果你想念Master的話 就加油 也希望祝你可以進UCLA 當我的學弟 加油 那那我們這一集就差不多到這邊 如果你們喜歡我們的Podcast的話 歡迎到Spotify 或者是Apple Podcast 幫我們留言打個高分 然後如果想要看這個我們 有畫面的版本的話 也歡迎到我們的YouTube 然後搜尋跳脫都市圈的Podcast 就可以找到我們 也可以訂閱一下 那我們就下禮拜見 掰掰 掰掰